市場這一攤 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 但是走近一看 發現阿婆旁邊 這根柱子上 這個牌子上寫的是 做買賣 人一在 拿假鈔 貨三代 心存攤 則莫怪 我會過肩摔 阿婆說自己雖然不會 真的過肩摔 但是賀族的效果 確實不錯 去年收假鈔 收到太火大 就請會寫書法的鄰居 幫忙寫張構思牌 貼了一年多 那是 收賣錢 人家要收賣錢 那是我們在注意 不然之前 收賣幾間 再做賣錢 阿婆你中了 阿婆等下又看 我也中了 就吃掉 同一天這樣子 他們兩個都有收到這樣子 蔡市長的攤販做生意 利潤也才幾十塊 萬一收到五百一千的假鈔 一整天的辛苦錢都泡湯了 屏東大同路的這個菜市場 不只阿婆這個攤子 有貼警告標語 旁邊雜貨店也有 寫的是 喝大再拿假鈔來買東西 忍耐是有限度的 一千的啊 寫了之後有差嗎 有差啊 作賊心虛的人啊 就是不敢拿的啊 不忙的時候 攤販拿著紙鈔 也會自己辨認真假 還有攤販把百元假鈔貼在攤子上 警惕自己也警惕歹徒 不要再拿假鈔來欺騙攤販的辛苦錢 三立選朱俊傑和陣鳳 屏東報導 還不會被吸他 在那群人的招職 昨晚的記憶 在那邊